欢迎收看理财达人秀最长命的教学单元 存股debug 这个单元多厉害 以前我们都说一定要讲股票 只能存股票 如果讲到另一种商品叫做债券 点语率就掉下去 已经被古鱼讲到现在不是这样 有非常多人想要理解债券商品怎么配置 当然也因为去年股市往上走 后来就开始急急往下摔的过程 很多人在股票市场受伤之后来寻求安慰 听说有些债券的殖利率5% 6% 7% 是不是稳稳领 我是不是买了 债券都只涨不跌 其实好多人有这样的疑问 以为它是一个神单妙药万灵单 所以这一集的存股debug要改成存债debug 债券商品固然很好 但是它也有它的优缺点跟它的特性 如果你掌握到对的特性 事实上很多债券的殖利率确实是送分题 但掌握错了特性你会在幻想 幻想它不会跌 那你可能就会很失望 好恭喜你啊 怎么了 厉害啊 真的吗 以前债券在不管网路点阅或是电视的收视率 都毒药啊 没有错啊 所以那个制作人今天说要来谈债券的时候 第一个就摇头了 时代变了 好不好脑子转一下 真的吗 拜托现在很多人留言都是问债券 真的假的 因为好像有一集吧 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告诉大家 配了这个600万的债券 之后好像每年就可以领到4%多的殖利率 稳稳的 好当下就有人马上去买 他有说他不是买600万 他买60万 但照你的组合 结果组合家就跟我说 这个债券 他是买ETF吗 这个债券ETF会跌耶 当然会跌啊 他们会跌耶 当然会跌啦 你们怎么跟我说稳稳殖利率4% 5% 会跌耶 然后我就想 没有错啊 我就想 这个中间可能我们要来帮大家理清 到底殖利率跟债券本体 哪一种在买的可以放心 哪一种在买的其实要小心 其实他还是有一些美感的 所以今天就来一个债券的大补铁 大卷 炸补铁吗 我们今天不敢说是大补铁啦 但是呢 我们今天来做一些观念上面的理清 特别是债券这个商品啊 那个今年比较特别 那个今年的话呢 是股债期跌的一个状况 那你知道吗 股债期跌的状况啊就 有人在开始讨论债券这个商品啊 是不是一个老扣扣的东西啊 根本不值得去碰它 因为反正股票跌它也跌 那我买它做什么 其实也不是觉得老扣扣 是说实话一般人对债券更不了解 更没兴趣 因为之前就觉得 就领那些利息啊 不知己啊 对对对对 但是我会觉得啦 你如果呢 要对债券培养起兴趣的话呢 今年绝对是绝佳的良机 很多人今年很有兴趣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以为值涨不跌 不是 因为今年呢 号称是债券市场的空头年啊 因为升息 对对对对 好不好 放在定存就好了嘛 对对对对 那你那个 升息的过程里面啊 那个整个那个殖利率的部分啊 哎呀 不甜 一直往上走啊 甜的不得了啊 我说不甜是说大家看到一般的基准利率 会觉得债券好像不甜 哎对对对 可是实际上呢 你把它换成商品的时候 那殖利率还不错啦 那尤其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美国十年级公债殖利率 这个是 最多人在看公债产品的时候的话 首先会去做一个观察的 你看哦 他在那今年的一个高点 来到3.48个percent 那 最近的升息的消息啊 又开始起起起伏伏的时候啊 他一度呢 曾经掉下来 然后现在呢 又开始慢慢走高了 那现在来到了3.3个percent 而且在这个时间点啊 来赵华我问你啊 请问 他这个月开会 会升息还是降息 升息 我再问你 九月之后再开会 会升息还是降息 应该是升息吧 年底开会会升息还是降息 可能是升息啦 因为他有说过 明年都不太可能降息嘛 对嘛 你看嘛 所以你看我的标题 不是都写好了吗 你知我知嘛 FED现在正在走升息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可能一直到2023年的H1 上半年 都还会再继续做升息的一个动作 因为他报友讲啦 明年不要再去期待降息这两个字 对对对 但是呢 我觉得他话讲的有点太早了 他每次都这样 对 因为其实呢 那个升降息这件事情 很大的一个比例呢 是在看当下的经济状况 对啦 如果他的目标已经达成了 他那个降息的动作 升息的动作 他就会开始去做一些控管 好 等于我们就先看到明年上半年 对对对 因为去年在全球的央行会议里面 Bauer的说法是通膨不严重 对 现在觉得特严重 现在是通膨很严重 然后呢 现在看到通膨往下走了了 他又开始讲另外的说法了 我们要持续打压通膨 打到剩2%的CPI年生率 打到他见股为止 有没有 不见股绝不罢休 其实我常常在讲说 这个上面在讲话 我们要认真听 但是呢 是不是真的 我们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我们听一半听一半先 对对 抱持怀疑的态度 那当然呢 我们在 我们先了解一个基础的背景 就是FED现在还在持续升息 然后可能会到明年上半年继续升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衍生几个基本的观念 债券呢 价格跟殖利率 它绝对是一个 悄悄板的关系 是 好对不对 那你今天呢 升息是升什么 升息是升殖利率 所以价格会往下跌 所以千万不要再讲说 那个债券这种产品的话呢 是不是价格永远不会跌 只会升 不是 你要看他在走哪一个循环 如果他在走升息循环的时候 那基本上他价格往下跌的机会 是比较大的 一定要先帮我记录这件事情 而我们在看债券市场的时候 有几个基本的观念 我们来帮观众朋友 做一个简单的教训 FED的基准利率 是美债定价的基准 20%的观众 今天有点像 睡觉 已经想要走了嘛 对不对 简单讲 FED升息美债殖利率就会往上走 这样就听得懂了嘛 对不对 那美债的殖利率是所有债券的参考值 所有是其他国家吗 其他包含公司债啦 然后产业债啦 其他国家的一些债券 各国各类型都是以美债的殖利率当一个基准 对对对 你今天不可能说 我美债的殖利率2% 他就其他东西的产品的殖利率比我还要低 比我还安全 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为什么 因为美国发行的债券被评比为是AAA 三个A的特A级 人家德国也是啊 问题是那个德国 那个德国的比价的基准 还是看美国啊 你今天不可能 你今天看了美国跟德国债券 你觉得谁比较安全 我还是买美债好了 对嘛 欧元区有点可怕 德国都要养别人 对对对 应该说他们的AAA跟美国的AAA 不是站在同一个等级的 不是同一个AAA 悬了吧 对 如果我们今天讲哦 如果他评比的等级里面呢 有四个A的话呢 上面一定只会占美国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基本的观念先帮我把它给记起来 所以呢 美国的债券呢 一般来讲我们都把它称这样称为什么 投资里面有个叫做无风险报酬 无风险报酬不是都这样定存吗 就等于银行会保障你的一个利率 对对对 但是呢 事实上我们在投资学里面的话呢 另外一个也是很常用的 就是美债的殖利率 因为可是呢 这是以你人在美国才那个才是这样子看哦 因为你人在美国的话 你没有汇率的风险 那美国政府不会倒嘛 那你今天买了美债之后 它的殖利率是多少 它不就是一个无风险报酬的一个概念吗 美国的美债指的就是美国的国债 对对对 或是说 政府债券 新闻媒体有时候会讲说国库券 国库券 那其实讲的就是同一个东西 所以你看哦 一旦的美债是2% 其他 类型的一个债券商品的话呢 就不可能比它低 所以这是第一个观念 然后呢 第二个观念的话是 一旦市场遇到有不确定性发生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可能现在有一些恐慌啦 或是一些突然性的事件爆发出来 你临时不知道你的钱要往哪里走的时候 对 我们都会说 债券市场是一个避风港 对 可是有前提哦 有前提 也帮我记起来哦 像今年这个前提就要注明一下 这个前提以前都不用特别注明 可是今年一定要讲 一定要讲清楚哦 如果没有升息事件的话 没有升息事件 如果没有那个升息事件的话呢 你的股票市场出现一些不确定性 那钱会往债券市场跑 所以这时候就会出现 股跌债涨的现象 可是很遗憾哦 今年是一个升息年 你遇到不确定性的时候 你发现 那个债券市场的殖利率也在上升 所以就会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股债起跌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年看 所谓的传统的 所谓的资产配置的时候 你会觉得股债配置 其实是个没有用的组合 因为都在跌 因为都在跌 所以你会觉得说 这个没努力 去年不一样哦 去年都在涨 去年都在涨嘛 因为钱太多了 对对对 所以你去年看资产组合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哎呀好棒棒 我股票债券随便买都在涨 今年的话呢 是随便买都在跌 所以其实 我觉得呢 这个所谓的 股叠在涨的一个观念的话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就是说 你不能够遇到升级循环 是 你遇到升级循环的时候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就会呈现失效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呢 我们现在在看市场消息啊 我会觉得非常的兴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always兴奋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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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熊市这两个字眼的时候 会莫名有兴奋感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熊市就代表现在跌升了吗 对 而且熊市这个字眼不会随便出现的 对 我们通常在讲熊市这个东西啊 股票市场你要定义成熊市 必须从高点至少跌20% 你才会定义成熊市吗 那当然债券市场也有类似的一个讲法 那要跌多少呢 债券市场突然跌超过15%的话 人家就会说它是一个熊市的表现 但是有差页 像投资等级债啊 国债就是那种信品很高的 对 当然15%很多 但高收益债有时候真的可以跌很深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不是从单一产品来决定 债券市场 目前是那个熊市还是纽市 我们讲的是一个 以一个全球综合债券指数 我们来看它呢 从高点整个回档的一个过程 到底回档了多少 以今年哦 光今年的回档的话呢 就已经高达11%了 如果从去年的高点开始回档的话呢 其实已经超过15%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最近看到债券市场消息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都是这样子写的 步步逼近熊市 那在这个时间点啊 其实债券市场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什么现象 大家都跑去买短债去了 我不要借你常债 不要买常债 因为常债等于是我借钱给你很久的时间 我希望呢我可以做短进短出的一个动作 那其实现在的话反而大家一堆人跑去买短债去了 可是这不就是所谓的叫做直立率倒挂 对啊没有错 倒挂就是大家对前景很悲观 我只能看眼前的事 我只能借很短的债给政府 对没有错 所以这直立率倒挂 当然我们对直立率倒挂 一般坊间最常见的说法就是说 这是经济衰退的一个前兆啦 不过我们严格讲起来 这个倒挂应该不是只有今年倒挂而已啦 其实今年倒挂很多趟 很多趟 那在前几年的话呢 其实他也曾经发生过倒挂 时不时也会来一下 对然后我记得好像在1718年时候 也曾经发生过一次倒挂 所以其实倒挂这件事情 在市场偶尔会发生 可是呢 嗯以前的经验是可能会有经济衰退的危机 但是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说一定会发生啦 因为有时候市场短线上会有极度的一些 莫名情绪导向 他可能就出现倒挂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常在讲说 出现倒挂的那个当下 一定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情绪 正在市场里面发酵 那导致呢 资金短期全部都往短债的方向去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去解释 长期债券跟短期债券 很简单 在市场里面 你的到期日在7年以上了 我们都把它称为这是长期债券 好 那短期债券的话 就是3年以下了 所以简单来讲 你的到期日越久 你能够领到了总利息越高 可是相对来讲 因为你时间太久了 你的整个变数是会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有 我们有时候呢 当你的市场的不确定性 很高的时候 你就会倾向于 我不喜欢报场债 你反而比较喜欢短债 因为有些短债啊 比如说你现在买了 它上面的时间可能在半年就到期了 对你来讲那不是保本 然后利息又比较高吗 所以这个时间点 大家都会跑去买 这个所谓的那个短期债券的这一块 所以呢我们现在在看 现在市场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 我们要跟观众朋友做一个提醒 你在这种升息循环里面 而且呢市场极度不安 那我们资金呢 会寻求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反而呢 这个短期保本的一个特性呢 就会受到投资人非常普遍的一个欢迎 可是有一件事情 我们要提醒投资朋友啊 我上述的言论呢 都是基于呢 你直接用美金买债券的基准 因为台币今年以来也扁了十多%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先把那个基准先讲清楚 这是以美金直接购买债券的情况之下 才是我上面讲的这个情形 但是呢我们在台股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好像赵华讲的 我是用台币去买债券 对 所以呢你会有那个 会损的问题 这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呢我们在台湾买的债券啊 通常都是以基金的形式去买进的 就是类似ETF或债券型基金 对对对 比较少有机会买到单一的债券商品 对因为其实按照规定的话 单一的债券 你要嘛就是被认证的专业投资人 就是你资金部位3000万以上的 那你可以去直接购买债券 或者是说呢你有开海外的券商 那你也可以透过海外券商的账户 直接去购买那个债券的这个部分 当然当然相对来讲会比较麻烦 所以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讨论的债券啊 指的都是指债券型的 债券基金型的一个产品 就是像ETF的 所以所以呢这个 既然是ETF的话呢 就有件事情要先讲清楚 是不保本啊 他觉得没有保本这件事情 我们以前在节目留言不是很多人都在讲吗 债券不是保本吗 为什么没有保本 不是到期就还本金和它利息吗 而且很多债券ETF上面 不是会写说它是几年期吗 对啊20年期啊 10年期啊 那是不是我买进之后 三年到期 比如说我买上面写三年的 那我现在买三年后的话 它连本代曆还给我 没有啦 好可能一般来还是搞得不太清楚 买单一的债券 假设好苹果公司发的债券 或是美国政府十年期公债 告诉你这一档票面利率3% 你拿100块给它 对不对美元 对不对美元 10年后确实连本代曆会还给你 中间3%3%都会发给你 是没有错 这个叫做买单一债券 对 可是我们买的东西叫做债券的ETF 是 债券的基金 这个操盘人从市场上买了 几百档 几千档各类型的债券组成的 因为我们要小单位小单位投资 也只能这样子 他就没有像单一债券这样的特色 对对对 他就是失去那个所谓的 到期保本的这个特色 但是呢 他殖利率的特色 以及呢 他在市场波动的这个特色 倒是完完整整的有保留下来 所以这是我们在看 这种债券型投资的时候 必须要先跟观众朋友说清楚的一个地方 那而且呢 我们在看最近的整个债券价格的部分 我觉得价格稍微有点点香的感觉跑出来了 香是不是 香啊 香的感觉啊 对不对 这代表呢 也许呢 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点来做布局的一个动作 也许还不错哦 好 所以我这边要帮投资朋友们问了 短债竟然它的波动感觉上比较大 是不是我们就优先选择常债型的基金或ETF呢 当然有能力的有钱人 他们去买单一债券就不在我们今天教课的范围 对对对对 嗯 那我们一般投资人在买债券的时候啊 其实我们会 呃 先跟他们讲几件事情 首先第一个呢 你买债券的前提呢 一定都是为了固定收益 对 很少有人会用那个想要用债券去赚它的价格波动 高收益债也许有可能 对对对 如果是高收益债的话 那个是另外一个课题 但是如果是以 优质的公司债 或是说那种AA级以上的那个 所谓的投资等级的债券 对对对 投资等级债啊或是产业债啊 或是美国国债之类的 大部分呢 我们希望的都是可以稳定的拿到它固定收益 这个所谓的配息的这个部分 所以 有时候我们在看债券市场的时候啊 其实我优先考量的不是它的 未来的资本利得可能有多少 而是我考量的时候 我在这时间点介入之后 我可以拿到多少的一个殖利率 因为债券市场跟 股票有个地方不太一样 就是股票它每年配息配多少 会取决于公司今年赚的好或不好 可是债券的话呢没有这回事啊 债券的话我在发行的当下 比如说像刚刚赵华讲的 我今天呢发行了一档债券 上面就告诉你了 我这档要卖你多少钱 对啊就是我跟你借钱 我要先谈好利息嘛 对对对 看你要不要借给我啊 对然后你中间呢 你如果一开始发行就买进的话 你到期可以领多少利息 然后你呢可以还多少本 这些都已经非常明确的 把它给定义下来的 所以你在买债券的时候 其实绝大部分 都是着重在固定收益的这一块 那一般投资人的话 我会这样子建议 就是如果债券产品呢 他来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殖利率表现的时候 对那你应该在这个时间点 可以去做一些考虑啦 好单一债券是如此 事实上买债券型的基金或ETF 只要是投资等级的 是也可以这样期待 因为他买回来的一箩筐也是这样 都是同等级 围定配型的商品嘛 对对对对 他就是按照那个他的产品的名称 去做一个配置的动作嘛 好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呢 目前来讲他的整个殖利率还不错呢 因为事实上 我们随着 那个FED每次不停升息的一个动作啊 你有没有发现 他一喊要升息 整个价格就往下走 再喊一次继续往下走 再喊一次继续再往下走 可是呢在7月喊的这一次呢 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已经把剧本写好了嘛 麻痹了 都麻痹了嘛 就讲说 生息麻痹症 我已经知道你要升息了 我也知道你要升息吉马了 然后呢 你照稿演出的时候 我的那个价格呢 不跌反而还回温了 可是呢 现在呢 机会又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又不按表操课了 为什么 他原本9月说要升两码 对 然后呢最近呢 他顽皮了 他说我要升三码 结果现在大家都想说 他到底是要两码 还是要三码 一样是在全球央行总裁会议 对 没有错 同样在8月下旬 对 因为前一年讲通膨没什么 今年就要改口 通膨很严重 通膨很严重 虽然你下来了 但是我还是要继续 我还是要从背后踹你 还是要踹你几脚 而且我不在乎伤害经济 我不在乎伤害经济 你看了 这句话一出之后 哎呀 债券的价格又开始往下跌了 有没有 又开始往下跌了 因为其实 我们在之前节目的时候 他开始回温 有些人很遗憾 他就说哎呀 这个低点出现的时候 我没有买到啊 就是这样 这份爱曾经摆在你的眼前 对 你就错过 然后呢 现在这份爱又来了 诶诶诶诶 诶诶诶 这个爱又来了 诶诶诶诶 诶诶诶诶诶 你如果是真爱的话 你这个时间点 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考虑 不要再错过啦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 但是如果他继续不按表操合的话 有可能会继续再往下走 这是我们要提醒的嘛 对不对 因为我哪知道他会不会按表操客啊 但是你有讲过一件事情 如果殖利率已经真的很香了 其实你不要去管之后 会不会再向下跌那一些 对对对对 就是主要你在一个合理殖利率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因为这跟我们买股票的观念一样 你不要老是想去追求 想要超在最低点 超最低点 你如果想要再超最低点 你要投资的是很痛苦 就差不多 OK就好了 OK就好了 相对低 对所以我也帮各位观众朋友 做一个换算 假设以这一档来讲 对 他目前换算出来的一个殖利率的话 已经来到2.97%了 这样有香吗 超香的啊 真的吗 为什么 因为以前 我以为香要4% 你要先知道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 所有产品定价基准的美债 你看美债如果接近3%的时候 那其他的产品香不香 就香了吧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美债现在来到2.97% 事实上相对于过去来讲很香 因为为什么 这一档产品他在过去几年 他的平均的殖利率大概 只有在1.8%到2.1%之间做排回而已 但是遇到这一次的升息循环 他才出现这种接近3%的一个价位 所以你如果了解过去他的一个状况 你再来看他 你就会觉得这个数字真香啊 是不是 你有感觉到那个香味了吗 有感觉到香味了吗 就是可能是烤肉衣服没洗 干嘛是这个样子 而且你看 当我们整个价格叠下来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呢 两则消息交替出现 哪两则 第一则消息就是熊市来临了 然后第二则消息是 法人积极抢劲 诶 诶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还蛮吊诡的一件事情 一般投资人看到熊市两个字啊 就知道说这个东西不可以碰 不要乱剪掉下来的刀子 对不要剪掉下来的刀子 可是呢 这个刀子掉下来的时候 你竟然发现这些聪明的法人啊 竟然买盘非常的积极 这就代表什么 代表呢 他已经看上了这个殖利率的表现 嗯 还不错 所以呢 我帮我们的那个观众朋友呢 做了一下整理 到今年9月9号为止 这个债券的殖利率的区间 我帮各位算得出来 如果呢 你买的是美债长天起的 目前的殖利率呢 大概是2.8到3.0 你如果是买那个美国公司债型的啊 目前来到4.6到4.95 你如果买的是非投资等级债 最高可以来到6.3% 那你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对固定收益 非常有兴趣的一个投资人 你觉得这个殖利率相不相 当然相啊 而且因为这些东西的风险非常低 对 然后再加上说这个殖利率代表 刚刚讲下档也有限了 我不想要抄在最低点 但是我现在买它相对已经算蛮好的固定收益 很高啊 因为我们以美国公司再来讲 其实它在过去啊 它的殖利率表现啊 大概就3.2 3.3 就这个区间而已 那个变化非常非常的小 如果不是遇到这一次的升旗循环 把价格压下来的话 这个殖利率啊 过去三四年 连看都没有看到过啊 所以你说这个殖利率 值不值得你做一个参考 绝对值得你去做参考的 那刚刚我们讲了很多的名词 可能有人还是有点误煞煞 什么是国债啊 什么是公司债啊 他们都是投资等级不是吗 那为什么有的投资等级 只有3%你就觉得很香 有的到4.5%你觉得很香 我们把它再归类一下 ok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帮你整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把债券的部分呢 好好的做一个整理 让你去了解一下 在目前台股的市场中 到底有哪一些债券 是可以让你做挑选的 比如说呢 以美国政府公债来讲 它就有分成20年起的 10年起的跟2年以下的 那你今天要有个概念 好 长天期的 我们刚刚有讲到嘛 这个时间很长 所以呢 它的不确定性是比较高的 那你不确定性比较高 当然你的殖利率区间 就会比较大 要高一点 我才愿意借嘛 我才愿意去跟你做买进的动作嘛 那你看这个短天期的 大家想说 哎呀这个不太稳定的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可能半年一年 就到期的感觉很安全 相对来讲呢 你的整个殖利率表现 也会比较差一点 所以你看 长天期的 一般比较常 用来做股债的搭配 那短天期的部分的话呢 则是用来追求安全 以及你在当下可以比定存更高的一个殖利率表现 我其实只看这个 哦香 香 香 简单 不可以啊 简单 你要先了解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我了解啊 对 然后呢 公司债里面的话 它也是有分 有分 A级的公司债 BBB级的公司债 以及非投资级的公司债 那基本上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有谈过 A越多 就代表安全性越高 那你看哦 基本上这一些的话 它的持有的时间都是类似的 所以你就不考虑时间长短 你只考虑它的评级 好 那A 比较多的 它的殖利率表现的话 大概就4.2到4.4 然后呢 稍微比较危险一点 可是呢 相对还是稳定的 它的殖利率就 目前来到4.6到5个percent 那这种非投资等级债的话呢 已经可以跟高股息的产品去相匹配了 所以你的非投资等级 你是建议在BBB减以下就算非等级吗 对没有错 那还蛮严格的哦 那其实非投资等级的话 我们换个名称大家都懂了嘛 就高收益债嘛 对 因为那个在今年金管会有做了一些规定 就是说不能再用高收益债这个名称 在市场 叫做非投资等级债 对对对 所以它就改成叫做非投资等级债 那非投资等级违约率比较高嘛 所以它的潜在的殖利率的区间 就会稍微比较高一点 那还有另外一种的话呢 叫做新新市场债 可是新市场就有点小麻烦 对 因为各国的主权 或是他们的公司评价会不一啊 对 所以它也是风险比较高嘛 而且呢 因为它不是用美元计价 你可能用当地货币在计价 所以你会再加了一个汇率的风险在里面 所以呢 像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它的指利率通常呢都会介于 呃 那个 那个投资债跟非投资债 大概中间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位置表现啊 所以其实你在看整个债券市场里面 它就有相当多的一个产品 可以让投资人来做一个选择 所以你就要看说 今天投资朋友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呢他想要是一个稳定 然后呢那个息还不错的 嗯 那其实你应该优先考虑的是这种 A级投资债 或是BB级投资债 那你就是 如果说你今天就是 我就是喜欢洗多一点的 那请你看这两个 嗯 非投资级或是新银市场 那你如果说今天你想要做一些 股债搭配的话 想要说今天股票市场如果跌了 债券市场一定会涨了 但是有 我们还是要强调前提 如果没有遇到升息循环 嗯 那你可以考虑的就是这种 20年期的长天期债券 或是10年期的长天期债券 那债券所以债券这种东西 它有不同的一个用途 以及适用不同的人 那投资朋友在投资前的话 要根据自己对 投资的一个想法 来做一个选择啦 好 所以无论如何 刚刚赵豪有强调 债券比股权的排名更优先 等于公司如果今天只有一笔钱 要还 他不会先还股东 他会先还债主 只是不同的债券评级 他会影响到他不同的殖利率 以及价格的波动 如果你的心脏超级超级超级小科 你就买美国的长天期的政府债就好了 稍微大刻一点点好不好 你可以去买一些 评级没有那么高的公司债啦 因为过去我们来看 即使评级没有那么高的公司债 或是非投资等级的债券 事实上威力率也不会高到爆表啦 所以他还是有一定的保障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千万不要认为 好不好 只涨不跌喔 没有这回事喔 价格还是会波动的喔 是的 那当然到底最近有哪一些 让古鱼觉得他中秋节没过完 一直闻到烤肉香很香很香的 债券飘地呢 我们在荣耀班里面会揭露 而且因为现在市面上 债券的ETF和基金真的很多 要找有一定成交量的 有些成交量真的太低了 甚至有的设计是给法人买 不是给散户买的 我们会在荣耀班帮您做说明喔 好希望今天这集的点阅率不要BBQ啦 所以呢 因为很多人现在对债券很有兴趣 今年又是一个债券价格比较有压力 我们知道很多受险公司有没有 现在就是账面净值 为什么会减损 因为他们持有的很多的债券 其实价值是跌的 但到了明年 这些债券可能因为升息循环 慢慢的要结束了 会回涨的哟 所以受险上面那些账面净值的减损 也可能会回充喔 好我们不管受险 我们管我们自己嘛 如果您对债券有兴趣的话 今年很多优质债 事实上是出现了投资契机喔 希望看完这一集 让您对债券更加的认识咯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